現在很少在飯店 泰國蝦 整顆鮮鮑魚吃到飽 現點現做的 實在太讚了吧 不只這樣 來這間吃飽穩算了吧 泰國蝦鮑魚自由啦 而且它是香鮮的喔 我們今天復古飯店吃到飽巡禮 第二趴 上次我們介紹了 在台北信義區的凱飛屋 今天很難得 這應該說是兒時的記憶會不會被打 我們今天來到台北福華大飯店 海鴻座 我已經很久沒有來了 大概十年有了吧 真的不誇張 他們最近從3月1號 到4月1號 總共兩個月的時間 推出泰國宮廷饗宴的菜色 剛剛我大概看了一下還不錯 有鮑魚泰國蝦 而且啊 每一種的熟食料理都特棒 我們趕快先帶大家看一下 囉嗦 今天是禮拜五的晚上 下會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針蒙海鮮區 來看一下什麼 三點蟹 淡菜 熟白蝦 還有海螺 這邊有握壽司 有鰹魚 鮪魚 鯪魚 鮮魚片 今天有兩種 鮪魚 鮭魚 鰹魚 這邊就可以吃到獅魚 師傅午餐有獅魚嗎 平日的話 生魚片的種類是一樣的嗎 假日 假日有獅魚 假日的話多了一個獅魚嗎 日的是黃金魚 這邊有一些開胃小品 我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鮪魚乾 鮪魚乾還有豬貝 豬貝 這是鵝肉 開胃小菜 這邊就是一些烏我壽司 還有傘壽司 另外這邊宮廷菜的料理 這邊超大道地的喔 我覺得喜歡吃泰式料理的人來 如果覺得泰式廠 1880太貴喔 這邊喔 可以試一下看看 我覺得還不錯 綠咖哩 有口味 泰式三味鎖魚 熟食釣魚是非常多 還有這一道 泰式經典的 霍山排骨 它吃起來是微辣 還酸啊 超開胃 現在看到就是 泰北粉絲堡 各位看到沒有 滿滿的 蝦子啊 根本就看不到粉絲 這全部都是蝦子 我們等一下再來試試看 清蒸梅子魚 有沒有都超道地的有沒有 泰式肉豬腳 泰式乳豬腳 給我講 泰式辣椰子雞 泰式炒鮮酥啊 咖哩滑蛋螃蟹 這個去泰式餐廳 點一道也要五六百塊 這邊可以弄吃 它新不新鮮 等一下我們來吃 如果覺得生冷的 生冷的螃蟹 你覺得吃不習慣 沒關係這邊也有 熱蒸的花蟹 蛋貝 這是福華飯店的彩虹座 我覺得還不錯 燒賣 儀貝 蒸蛤蜊 這邊霧氣非常的大 另外這邊泰式料理 三種的鍋物 一個是東洋貢 椰子南薑雞湯 還有香茅野心鮮魚湯 超想吃的 師傅在炙燒這個 美國爐烤樂眼牛 師傅這個是配牛排的嗎 對 配牛排 烤蒜頭 烤蒜頭配牛排 這個很好吃 這個要在單點 法式還是西山廳 才看得到這個烤蒜頭 你可以拿來配這個牛肉 還是其他的都可以 等一下再來跟師傅拿 來吃泰國料理 當然一定是要 泰式臘潮 打拋豬 打拋豬 然後這邊沒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 泰國的香米 還有白飯 可以去做選擇 不過呢在台灣的 打拋業取得不易 部分都是用九層塔去做替代 重點取代 大家看一下 泰國蝦鮑魚 限點現做 師傅我想要兩個泰國蝦 兩個鮑魚可以嗎 據師傅說現在 因為人不多 你有需求 要多少他就煎給你 不過要燒等一下 泰國蝦 兩個鮑魚嗎 一次拿 我要兩個泰國蝦 兩個鮑魚 人潮不多的情況之下 OK 反正讓你吃得開心就對了 這個酥炸母粒不錯 超肥美的 帶風辣雞翅 這個再瓦叉點一份 也不便宜 這邊居然有整隻的 酥炸軟殼蟹 這軟殼蟹我想買一隻這樣子 大概就要五六十塊 因為我有買過 所以我知道 來這邊吃爆它 泰式月亮蝦餅 炸香蕉 這邊有各式的佐料 泰國道地的 泰北咖哩雞腿麵 還有泰式的團麵 會有泰國蝦 好 銀牙啦 麵的話有就是河粉跟油麵 傳麵我覺得還不錯 想要吃泰國蝦 來這邊吃爆它就對了 師傅您是說傳麵的話 是這幾個是嗎 對 還有鮑魚耶 好不好 鮑魚是給整顆的喔 我們這邊是很大器的 沒有什麼對半切 還是切片的 沒有 師傅說啦 不管你點什麼麵 喜歡什麼料 跟他講 客製化 師傅我要一個泰式傳麵 三隻泰國蝦可以嗎 兩顆鮑魚 等一下 我先把我們 泰國蝦跟鮑魚 先拿回去桌上吃 等一下再介紹 我覺得很可以吧 不過還是必須先吃先飲 真的要先吃先飲 你不要哪一天鮑魚 泰國蝦被人家吃爆了 這邊看調整給的方式 大家才在唉唉笑 就不OK 我們趕快來 炭燒啦 這鮑魚超級大 太讚了吧 鋼尖好的 鮑魚 這真的是福華飯店嗎 還是我太久沒來了 之前風品是不是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一直沒有來這間店 就這樣 但這次泰式風的料理 整顆鮑魚 不是因為我現場客人 臉都是這樣子的 哇塞這也太大了吧 鮮Q脆 不過喔 稍微有了一點 那個麻油味稍微重了一點 不然我覺得還不錯 天哪 這泰菜 而且我跟你講是熱的 泰國蝦現在不便宜 這個泰國蝦 頭好壯壯 有沒有叮叮 裡面還有蝦膏 蝦子很新鮮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這支影片 晚一點再發佈好了 我自己先多吃幾次 不誇張 蝦膏啊 很可以喔 這邊有一些甜點 其實是還蠻新鮮的 我等一下先去拿船麵 再跟他分享 這是我剛剛拿的船麵 在等候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人多的話 師傅會熟燥 真的喔 他就客製化 這個船麵的部分呢 是河粉 火山排 這個豬肋排 也只看到那個 吃到飽餐廳的鮑魚 給這麼大 這太誇張了吧 船麵的湯頭的話是 中藥味稍微濃了一點 我覺得還不錯 想要吃咖哩的話 就是點雞腿麵 今天鮑魚 泰國蝦自由啦 另外一句還有 好 爽滿足喔 這湯頭我喜歡 他搭配的是那個 泰式的河粉 這有點像肉骨底的那種口感 湯頭還蠻清爽的 淡淡的中藥味 淡淡的中藥味 我覺得再燙一點點 似乎 會更好 現在沒有什麼人知道很悠哉 哇 豬肋排耶 這肉也是很貴 我第一隻耶 火山豆燉到很軟爛 一咬就開 非常入味 超好吃的 唉唷 台北福華的彩虹座 你顛覆了我對你的想像 這一檔 泰式料理 我覺得很合意喔 泰國蝦自由好不好 裡面有豹汁嘛 不過這隻好像比較有點 沒有那麼緊實啦 這個就還好 我覺得 各位要吃泰國蝦的話 吃那個 鐵盤區的 肉汁會比較緊實有沒有 像這裡就有一點 軟軟的 湯麵的泰國蝦就沒有那麼緊實 泰國蝦記得要拿鐵盤區的喔 鮑魚拿麵档汁就可以了 我們繼續接著介紹 飲料區也挺多的 有水蜜桃 葡萄也有 西瓜汁 柳橙汁 泰式奶茶 還有檸檬水 水果區 大同小異 有紅龍果 蜜世界 西瓜百香果 還有翁萊 香蕉 綜合起司盤 有沒有整個鋪汁都是非常的一個 泰國風 我覺得還不錯 這邊有 白酒 氣泡酒 無限倡飲 這是什麼 韓國的燒酒 這邊還有紅酒 隨便你喝 哈根大食 這邊有濃脆花生 我必須再說一下 濃脆花生的哈根大食 超好吃 裡面有花生醬 整個的花生粒 超棒 那這邊的話有 芒果血酪 巧克力 香草 麒麟巧酥 還有布朗尼 六種口味 手工麵包區 台北福華有自己的麵包房 所以這個 麵包我覺得是 也是挺有水準的 今天有 泰式黃金椰香麵包 芒果餐包 鳳梨麥酥 千層酥 有點像蓮花造型 還有 泰式香蕉麵包 水蜜桃 氣泡 水蜜桃 果汁 醬排 跟聖詩的啤酒 這邊有日本的真啤酒 還是要提醒大家 未滿18歲請問應就 嚴禁酒駕 茶包 早餐茶 紅茶 伯爵茶 綠茶 紅茶 香片 咖啡 師傅我要五個泰國蝦可以嗎 謝謝師傅 我們等一下再來拿 還沒有介紹完 春菜沙拉區 除了皇室宮廷小點之外 還有 涼拌柚子沙拉 泰式牛肉沙拉 泰式牛肉沙拉 用餐的餐期中間 泰式不是很完整 大家都不要太介意 泰式蝦沙律 涼拌海鮮食酥 辣雞蛋沙拉 旁邊有醬子 這邊有香拌松拌松 再過來就是 泰式的甜點 泰式的芒果生乳豆 泰式紅茶馬德烈 熱帶水果蛋糕 斑蘭椰子糕 是不是超道地的 泰式南瓜 椰奶蛋糕 當然來泰國要吃某某渣渣 這邊亞達子菠蘿蜜 通通都有 這邊還有 草莓卡士塔現前現做的 師傅我要一個草莓卡士達 各位看一下 喜歡吃草莓的 太讚了吧 整顆草莓 愛吃草莓的朋友 希望不要錯過了 這邊有 泰式鳳梨馬卡龍 草莓塔 等一下怒汁30顆 泰式香蘭蛋糕 我覺得超精緻的 每一個都想吃 泰式柚香橘子塔 泰式檸檬草芒果泡芙 椰子芒果千層 都是泰式的啦 香茅巧克力塔 芒果蛋糕 咖哩蛋糕黑巧克力慕斯 這邊看到都是泰式的 芒果米香布丁 草莓奶酪 泰式奶茶道 太棒了 我們的草莓卡士達 這邊有一個 泰國宮廷的開胃菜 各位看到就是這個 棉糠小點 什麼叫棉糠小點 就是皇室貴族的零食 首先你要拿一張這個叫做什麼 茶譜葉 上面有一些配料 椰糕魚露 椰絲熟花生 香茅 檸檬碎還有紅蔥頭 隨你喜好去做搭配 包在葉子裡面一起吃 口感風味會更好 看到沒有泰國蝦自由 天啊我覺得 他一定撐不了很久 要記得先吃先贏吧 好開心喔 這個椒鹽口味的很讚喔 爽 太爽了吧 滿足了滿足了 那酥炸牡蠣 我跟你講 他這個牡蠣不輸給那個 島嶼跟續集 看一下我已經放一陣子了 哪一家吃到飽 炸牡蠣 噴汁欸 是噴汁的喔 見點先做的草莓泡芙 草莓卡士達醬 好草莓的味道 這個大家試一下就好 這個太好 拿草莓塔 吃整個草莓應該會更爽 黃氏 宮廷開胃小點 所有的配料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沒關係 每一樣都 加一點在上面 最後把醬汁淋上去 就可以了 我剛才已經請小姐姐幫我把所有的配料 沾一點在上面 哇 要是要包著吃欸 這感覺有點像在吃 包藥的檳榔 好特別喔 醬汁酸酸甜甜的 還滿爽口 感覺是在吃甜點 這個是咖哩螃蟹 燙燙燙 螃蟹夠新鮮喔 這個 這個 喜歡吃海鮮的 來這邊 沒錯 這個 咖哩味不會太重 東西夠燙 就是好吃 這個火山排骨要是泡在湯汁裡面 整個咬下去 微辣的風味 燉到 骨肉分離啦 一試就開 超入味還不錯欸 整個的草莓湯 跟小姐姐確認過了 平日的午餐晚餐 下午茶沒有啦 假日的午餐晚餐 通通都有草莓塔 當然是草莓是限定的 建議大家 要吃要趁早 社團的京劇名媛 先吃先贏 你不要等到 餐廳被人家吃到 不要不要的時候 你再來吃 吃不到那就怪不了別人了 哇草莓塔啦 爽 想要吃馬卡龍 彩虹座也要 這個可以吃到 新鮮鳳梨豆 這個我覺得還蠻清爽的 多吃幾顆都不會有負擔 泰式千層奶酪 這個也好吃欸 每一個 都想要來嘗一點 這邊甜點啊 甜度剛剛好 不會太甜 有三款的湯品 這邊的東洋貢 不是很酸 像那種 喝起來非常溫和 淡淡的檸檬微酸味 太甜我覺得還不錯 這邊也有蒸扇貝 南薑可以先大家吃一下 軟殼蟹不容錯過 剛炸好的 超好吃 這個雞翅我吃吃看 雞翅還好 跳過 他們家的蛋糕真的超精緻 好可愛喔 日香蘭葉蛋糕 冰冰涼涼的 有點那個茶碗粿的味道 我不太會形容 就是有點像茶碗粿的味道 但是不會讓人難以接受 好好吃喔 我們LASTO了 各位看這一盤 我是分三次去拿的 是為了拍攝效果 還是建議大家 蝦子煎好趁熱吃比較好吃 我們是因為拍攝效果的需求 香煎泰國蝦跟鮑魚 整個鮑魚吃到飽 爽啊 如果你覺得味道不夠 上面有一些調味料 你可以再去加一點點 膠鹽粉 這鮑魚好Q喔 泰國蝦應該不用我多說啦 開心開心啊 其實它這邊還蠻多好吃的餐點 不過 這個泰國蝦是這樣 有的緊實 有的就稍微比較水嫩一點 不過整體顏色還不錯吧 好爽 我們在這個 怒之泰國蝦 全台灣最新的吃到飽資訊 都會在這個社團還有頻道 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滿足啊 下次我來做一集泰國蝦 在泰國蝦吃50隻好了 大家要吃到最後 餐廳改成白蝦還是炒蝦 好家 就不能怪我囉